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,考試不合格,失業、失戀等等,當身處其中,情緒低落,感覺前路茫茫,應該如何盡快令自己回覆情緒? 這些情況,在一生中,可能不止出現一次,有沒有方法,可減少劃別讓它出現?人生中遇到困難和挫折是不可避免的,但有一些方法,可以幫助你更快地恢復情緒,並減少類似情況的頻繁出現,如何盡快恢復情緒? 允許自己感受情緒,接受自己的情緒,允許自己感受到悲傷,失望或憤怒,抹抑情緒只會讓它們積聚並變得更加嚴重,尋求支持,和親朋好友傾訴,尋求它們的支持和安慰,分享你的感受,可以減輕情緒負擔,保持身體健康。 運動可以釋放內啡態,提升情緒,保持良好的飲食和充足的睡眠,對情緒恢復也很重要,做一些讓自己開心的事情,參與你喜歡的活動或興趣愛好,讓自己從負面情緒中轉移注意力。 練習正念或冥想,這些方法可以幫助你放鬆,減少壓力,並更新集中注意力。 設立小目標,設立一些小而可行的目標並逐步實現,這樣可以增加成就感和自信心,減少或避免情況出現的方法。 自我提升,持續學習和提升自己增強自己的能力和自信心,這樣在面對挑戰時會更有底氣。 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,保持健康的作息時間,均衡的飲食和適量的運動。 這有助於提高你的心理和身體健康,建立穩定的支持系統,經營好自己的人際關係,擁有穩定的社交支持系統。 這在困難時期非常重要,練習情緒管理,學習和練習情緒管理技巧,能夠更好地應對壓力和挫折,設定現實的期望,設立現實的期望,不要對自己或他人要求過高。 這樣可以減少失望和挫折感。面對失敗的正確態度。把失敗看作是學習和成長的機會,而不是終點。從每次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,不斷改進。 如果你覺得情緒低落難以自我調整,尋求專業的心理輔導或治療也是一個有效的選擇。 專業人士可以提供更有針對性的幫助和支持。 好了,這條片到此為止,下星期再見。 感謝您觀看此影片,如喜歡此影片,請免費訂閱,點讚,留言及傳閱,謝謝您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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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